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需要填写移民局的这个表格叫I765 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申请 每年根据美国政府发布的统计数字 有超过100万人申请EAD 那么都包括什么人呢 比如在美国的留学生上学期间 或者尤其是毕业以后可以有OPT EAD 然后呢对于有的小时候来美国的 所谓叫这个DACA这样的人呢 他们也可以申请EAD 还有呢有一些拿H4签证的人 可以申请H4 EAD 还有对于拿L签证和J签证的人的配偶 拿L2和J2签证的人 也可以申请EAD 还有呢比如有的人在美国办理政治庇护啊 或者难民这样的人也可以申请EAD 还有就是在办理绿卡的最后一步 调整身份 File I-485以后呢 也可以申请EAD 这个呢是我们要讲的重点 基于I-485绿卡申请的EAD 和工作签证不同 EAD呢有更多的灵活性 工作签证呢 大家知道有这个申请人和受益人的区别 申请的呢是公司 然后呢受益人呢可以是个人 但是呢你哪一个公司 哪一个雇主为你提交的这个工作签证申请 你只能为这个雇主来工作 你不能说我有一个H1B 然后我就可以为任何雇主工作 这个是不行的 是哪一家雇主 不管公司也罢 大学也罢 为你提交的工作签证申请 你就只能为这个雇主工作 对于EAD来说呢 情况不一样 申请人和受益人是同一个人 就是你自己 那么你提交EAD得到批准以后呢 原则上你可以为任何雇主工作 当然了这个有一些其他方面限制 但是呢 比H1B啊等等工作签证的限制要少很多 比如如果是学生的OPT EAD嘛 那么工作的领域呢 应当和自己学习的领域相关 但这个呢移民局相对来说是比较宽松灵活的 另外像我们主要这里讲的呢 艾斯巴五的基于绿卡的EAD 一般来说呢 做任何工作都可以 那么EAD还有很多别的好处 比如你可以在美国的地方政府部门 以及其他的公司等等 这些地方呢 你可以申请驾照 可以用来申请买房买车等等的贷款 一般呢 他们都会认这个EAD作为有效的证件 而对于各种工作签证呢 有的时候各地的地方政府啊 公司啊 有的反而他不是很熟悉 另外大家知道呢 申请EAD的时候呢 那当然也要有一定的形式规则 申请日期 如果提交的不大 或者填写表格不大 目前情况下呢 有可能申请会直接被拒 听说过 有的申请人遇到这种情况 然后我们联系的 下面呢 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这个基于爱485 绿卡申请的EAD 那么它的目的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呢 那么申请人提交了绿卡申请 最后调整身份485这一步呢 往往还要等相当的时间 目前呢 看起来至少要一年时间 有时候还要更长 那么在申请人等待绿卡期间 他希望能够继续留在美国生活合法的工作 维持生活不受影响 因此呢 申请人可以同时申请EAD 工作许可 拿到以后在美国工作 像我们前面提到 大家知道目前有这个排期的问题 可以参见我们其他的视频 那么从你提交485到拿到绿卡 对于一般人来说至少一年 对于个别的人来说 有的时候要更长时间 甚至两年或者更久 那么所以EAD呢 还是很重要的 拿到EAD以后就可以在美国合法工作 那么这个EAD的申请呢 像我们前面提到 需要填I-765表 这个表格呢 可以和I-485一起提交 移民局不会另外收费 提交以后呢 一般三四个月可以批准 那么这个呢 也算是在美国境内提交485的一个优点 大家知道呢 旅卡申请一般分成两步 一步是I-140 一步是I-485 那么对于在美国境外的人呢 也可以在比如广州领事馆 办理移民签证 但如果你已经在美国境内呢 提交485以后 可以合法留在美国 可以用EAD工作 还可以用Advance Pro来旅行 不需要签证 所以这个也算是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 提交I-485的优点 那么有的人会说呢 我140提交了 然后呢我交了485 如果我的140还没有批 会不会影响到我的EAD申请 这种情况呢 以后可能会越来越少 因为以前140和485可以一起交 那有排期的问题 但是呢原则上 即使140没有批准 你也可以获得EAD的批准 可以使用EAD来工作 这个对于一些亲属移民的呢 可能更有意义 因为有的比如和美国公民结婚 你可以交485 可以同时交EAD 即使你的130申请 还没有批 你也可以用EAD来工作 不用太担心 有一些申请人拿到了EAD 总是说如果不用 会不会有区别啊 我们的一般的建议是说呢 你有EAD就可以使用 没有关系 如果万一有什么特别情况 485被拒了 那么EAD就不能再用了 但是485还判定 还有效期间的EAD是可以用的 这个EAD一般来说是一年有效 但是近期呢 移民局也开始发放两年有效的EAD 因为485等待处理的时间更长 那么在到期以前呢 六个月开始就可以申请延期 这个延期呢 同样如果是基于485的EAD 移民局是不收费的 那么如果你的申请呢 要注意啊 这个EAD过期以前 要及时提交延期的申请 延期申请如果及时提交了呢 即使现有的EAD过期了 新的申请还没有批 你还可以继续合法工作 可以用这个EAD工作 这就是及时提交延期的好处 像前面提到呢 如果485万一被拒呢 EAD也就无效了 如果485因为无理的原因被拒 你可以Appear 也有一些我们办理的这个例子 Appear以后 485得到批准的 但是呢 在这个Appear期间嘛 你可以合法的住在美国 但是呢 这期间就不能再用EAD来工作 这个EAD的申请表 I765 目前的版本长达7页 以前呢 只有一页长 后来有两页 现在内容越来越长 这个证明呢 移民局现在越来越严肃处理这个问题 需要收集更多的信息 所以呢 需要申请人认真填写 像前面讲到 有一些申请人 因为填的内容不对 过了好几个月 最后被拒了 然后呢 造成了很多麻烦 工作许可 衔接不上 或者甚至有身份问题 比如对F1 OPT的人来说 所以呢 需要注意 避免这种情况 最后呢 EAD申请以后 还需要保留证据 比如说你的批准书 EAD卡等等 那以后呢 申请绿卡 包括密卡面谈的时候 会需要 移民局的人会问的 你以前有没有 申请过工作许可 是否批准了 是什么时间 你要保留这些证据呢 以备查验 对自己来说 也是一个历史记录 那我们这个视频的题目呢 是怎样申请 在美国的工作许可 就这个EAD 如果有更多的问题呢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